我们再来关心到的是 中秋夜的桃园分尸案呢 行凶的大陆配偶跟前夫呢 是从大陆被遣返回台了 两人也向警方坦诚说 是因为三角链针锋吃醋 引发杀截 会不会后悔 行事局干员重装 介乎下犯下桃园分尸案的两名凶贤 15号下午从大陆遣返回台 为什么杀人还惨忍分尸 两个人低头选择真没 为什么要杀人 则者中秋节赴约惨遭腰斩分尸 凶贤向警方公称 疑似因为三角链惹杀鸡 行凶的大陆级配偶和前夫分居之后 还是住在同个屋檐下 因为在网路上认识工厂领班 不只顾家脸书好友 还常用手机聊天软体密切联系 前夫看在眼里不是滋味 大陆级配偶曾向死者借10万元 和被害人相约中秋夜见面 张姓前夫前往阻止 三个人先在外面谈判又回到租屋处 张姓前夫痛下杀手 杀人的工具 有刀子 还有锯质的痕迹 致命伤的话是在头部 有四刀 警方取得租屋处监视器 行凶当天由张姓前夫负责脱尸体 大陆配偶协助弃尸 将情夫遗体装进黑色塑胶袋 一进电梯 大陆级配偶就贪软在地 两名创贤将尸体分别丢弃 在大排水沟和废气诸舍 在搭机从香港逃往广西 我们研判他可能返回大陆的老家 所以我们就透过刑事警察局 两岸打击犯罪的机制 请大陆的公安来协助追气 三角链纠葛 针锋吃醋痛下杀手 两个人以为逃到大陆就没事 还是在广西落网 两个人依照杀人以及毁损尸体罪 送办要还家属一个公道 昨天新闻送不到 三角链红